哈喽今天呢要来跟你分享到的就是12款能让你在炎炎的夏日当中降降暑的气味 如果有兴趣了解更多的话就请一定要继续看下去咯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这个频道的话欢迎你我是Chloe 这是一个专注香水香氛蜡烛所有与香气类产品有关的频道 如果你和我一样也是个香气的爱好者 那就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每周两次的更新咯 好的那今年的夏季香水合集呢我想来点不一样的 我一样会分开两集来拍 每一集呢都会包括了六款女香还有六款呢中性香男香的选择 那两集呢都会有不同的主题 那今天就会先来聊到这12瓶呢炎炎夏日的降暑香 我相信这12款呢都能成为你在夏季里面的好伴侣 我可以说呢今天选到的这12款呢都是我个人都非常爱用 甚至都是一些你可以不分场合无脑使用的百搭香水 那我们先从六瓶女香开始说吧 那首先呢事先来说到两瓶我觉得严重被低估 讨讨论的人太少太少了 但其实性价比非常不错的 夏日气味第一瓶呢就是纪凡希他们家的这一瓶 摸幻天使颤若晨曦的香味 这瓶气味呢其实我在之前的影片当中也推荐过几次了 它的香味就真的是仿佛一杯充满了冰块 带着一点蔓越莓的果汁与淡淡蜜桃味的柠檬冰红茶 会给你带来的香味 有谁在夏季会不喜欢来一杯冰冰凉凉的柠檬红茶呢 不管是16岁到66岁 我觉得穿上这瓶香水都毫无违和感 而里面淡淡的来自于牡丹与玫瑰的花香气 也是有为这瓶香水增加了一点点斯文的气质啦 那另一瓶同样是性价比非常高 真心推荐你可以去尝试看看的 说的就是Zuzati他们家的这一款Delicate Rose的香水 就这瓶与刚才纪凡希的香水 因为这两瓶香水推出已经很久了 就在不少打折的网站 你都可以五六十美金以下就可以买到了 那在夏季里面尽管你在需要补喷的情况下 大量去使用它也是完全不会心疼 而且Delicate Rose里面的这种淡淡的日本柚子 配合上这种明显具有水分感的莲花与茉莉花的清香 真的就是不管是上学或上班的场合都非常的适合 而且穿戴上这瓶香水 久不久就能飘向你鼻腔的这种清爽的红苹果的果香气 也是有被这瓶香水增加了更多记忆点的同时 给它提供了多一层不同的香气层次 如果你钟爱花香 想要在夏季里面寻找一款能让你消暑的淡雅花香气 那我觉得这瓶气味呢 绝对是一个值得你发现的香味哦 接着呢 来说到一瓶 我相信你们也猜到它会出现吧 说的就是解放菊菌他们家的这一款 You or someone like you的香水 这一瓶气味真的就是一瓶让我百文不厌 而且在夏季里面能让你很好降降温的香水 虽然我把它归类在今天女香的类别 但我感觉这瓶呢 男生穿起来也是毫无违和感的 You or someone like you 这瓶香水呢 就是一杯充满了薄荷叶 带着明显草稳气息 冰凉感的mojito鸡尾酒的香气 当你喷上它 就像是你饮用了这一杯冰冻的鸡尾酒 所带给你的那种畅快感 炎炎夏日当中 用上它真的是再适合不过了 那相比起刚才 You or someone like you的那种冰凉感呢 接下来这瓶呢 会更像是在大树底下 池塘边 那种阴凉的环境当中 你会感受到的凉快感 说的就是Balenciaga他们家的这一款 Foro Botanica的香水 这瓶呢 也是一个推出时间非常久 但我觉得完全不过时 也不应该被遗忘到的香气 它的香气会把你带到了 那一片雨后的 由绿色和紫色组成的花园当中 每一片绿色的树叶上面 都铺满了水珠 而紫色的康乃馨 绣球花 会散发出来的那种 微微带有粉感的花香 也会随着淡淡的微风 吹送到你的面前 绝对是一款呢 让人感受到凉快与惬意的香味啦 那和刚才Balenciaga的这一瓶 里面的康乃馨花香 带有的粉感 一样紫钉花这种花香材 往往也会给到我们 一个非常粉感的香气体验 但是在Fetrimore他们家的这一款 漫步间这一瓶以紫钉花 为主题的香水 里面的紫钉花 是配合着明显的黄瓜 那种水分与淡淡蔬菜感的香气出现 紫钉花会带有的那种粉感与滋粉调 被大量的降低了 取而代之的是满满的水分与阴凉感 就好像是你在炽热的阳光之下 躲入了紫钉花的大树之下 瞬间被晒热的皮肤都慢慢的降温 树上的紫钉花香也开始把你重重包围的那种舒适感 如果你和我一样 对于紫钉花总是有着一个滋粉感很强的固有印象 那我相信漫步间这瓶香水绝对会给到你惊喜 尤其当夏天我想要穿上一瓶 带有一种空灵与心女感的香味 我总是会想到来用它啦 好 女香我最后来选到的这一瓶呢 其实也是一瓶在我心中的无性别香水 那用它来慢慢行接到后面的中信香南香也是很适合的 说的就是伊索他们家的Tacit乌香水 那伊索他们家香水呢 几乎每一瓶我都有尝试过 但要说他们大众讨好度最高的 感觉最不挑场合的 应该就是这瓶乌的香水了吧 虽然你能在里面闻到了一种来自于草本植物 带有精油感的辣味 但我感觉在夏季用上它真的就是很适合 尤其当你在那种闷热的天气 除了那种酸涩的柑橘调以外 我就很喜欢用上这种带有绿感的草本植物的香气 那乌这瓶香水呢 我觉得最主要的几个元素 就是日本柚子 罗勒 薄荷 与香根草的一种木质调 尤其是里面的这种薄荷 罗勒 迷迭香等等的草本植物 柔合在一起的凉凉的草本枝叶 仿佛就是一味给你心灵销火的药剂 让我越用越是喜欢 接着呢就开始来说到一些我选到的中性香男香的夏日消暑气味啦 那女生呢选到了这一瓶带有莓果味道的柠檬冰红茶 中性香呢我就选到了这一瓶百分百还原维他柠檬茶气息的香水 它真的多次把我在这种高温的闷热的天气之下拯救出来 这瓶香水柑橘调的酸度可以说是 我闻过大部分的柑橘调香水的前三名吧 所以它的酸度绝对是非常高的 但正正因为这一个比较强的酸度 会让你再喷上它的瞬间醒过来 一扫那种闷热的黏腻的感觉 那接着让我满满回忆感的维他柠檬茶的茶香味 也是让我非常的喜欢 绝对是一瓶呢用完就会马上想要下单回购的 超级适合在夏季来用上的柠檬茶香味啦 那接着这一瓶呢是一个我在它的独立香瓶影片当中就说到 它必须出现在我今年的夏季香水合集 说的就是爱马仕他们家H24最新的这一款 静然易动的新香水 也可以说是H24这个系列夏季版的香味 好好闻 我感觉这瓶呢真的不止男生 我作为一位女生我都会非常享受穿上的气味 而且呢也不要因为你闻过H24 他们原版的香水不喜欢就直接忽视了这瓶新香水 这瓶夏季版加入了冰块元素 加入了雪梨的清香 加入了草本植物绿液感的H24 它的这种梨香配合着绿叶罗勒气息 真的就是又有活力 又让人瞬间有降温凉快的感觉 而我觉得里面添加到的雪梨的果香气 也是让它与其他男士的香水区分开来 进一步的提升了它的中性特质 所以我会说如果你想在夏季里面 寻找一款清爽的 照射带有果香气 又有着近一点的香味 那就一定要找机会去试试看 爱马仕他们H24最新的这一瓶 浸然易动的香水咯 好下面来说到这一款呢 就是LV他们家的 Afternoon Swim这一瓶 午后漫游的香水 这瓶香水呢 如果你是追求性价比的话 那请直接跳过 它性价比的确不高 甚至可以说是有那么一点点低的 就因为LV的香水 大家都明白的 品牌的溢价肯定占了不少的部分 但如果你购买香水的预算高一些 那我感觉他们家有好几瓶香水呢 依然是值得来聊聊看 这瓶呢也绝对是一个在夏季里面 很不错用的酱薯香 那午后漫游呢 我会说它是一瓶柑橘海洋的气味 但是这里面的海洋调 它并不是一个会让我这种 晕水深的人感到头晕的海洋调 它反而是带有淡淡咸味的 嗯 由龙咸香 海洋的空气 多于海洋的水分 组成的一个海洋调 再加上呢 香水最主要主导的依然是香柠檬 黄柠檬 还有带有一丝甜味的这种橘子的柑橘调 喷上它仿佛是喷上了一阵 嗯 来自于地中海混合的柑橘调 与海洋气息的海风 给你带来那种铺面的凉快感 是我觉得男生会很享受用到的夏日气味啦 那要说到夏季为我们降温的消暑香 那我觉得薄荷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 所以接下来我选到的三瓶香水呢 都会带有薄荷的气味 但是是三款截然不同的气味 那首先第一瓶来说到的呢 就是Festermall他们家的摩登先生 又叫做天竺葵先生的这瓶气味 天竺葵先生呢 在Festermall他们家 不算是非常的热门吧 但如果要我选他们家前五名的香气 我相信这瓶已经会在里面了 也是一瓶呢 我用完就会想马上回购的 每到夏天都会想起来用它的香味 我会说天竺葵先生呢 也是我们今天会聊到的 所有包含了薄荷这个香调的香水里面 对薄荷还原度最高的 他不单是把薄荷的良意做出来了 他更把薄荷那一种明亮的色调 微微的苦感都做出来了 甚至很多人在闻到天竺葵先生 都会觉得闻到了一股强劲的 薄荷牙膏的气味 的确是的 但它如果是一坨薄荷牙膏 都是一坨我愿意每天都去使用 无限回购的薄荷牙膏 而且我觉得它的气味 也绝对不是这么的简单 整瓶香水的层次感是丰富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带有强烈 凉感的薄荷牙膏就会慢慢的被 微微薄荷花香的这种天竺葵 加上宫丁香与干净的木质元素 所取代是一种能为你提供到 清爽感 洁净感的一种木质调 所以在炎炎夏日 我穿上它的每一分钟 我都是这么的享受 喜欢 那另一瓶同样拥有薄荷元素的 夏日消暑香呢 说的就是Serg of他们家的这一瓶 Torino 21的香水 那这一瓶融合了薄荷 柠檬 马鞭草 包括了百里香 迷迭香的这些草本植物 组合而成的气味 能得到这么多人的喜欢 真的毫不意外 因为它的香气真的是很讨好 里面的柠檬 薄荷 香味 会让你闻着 瞬间有一种提神醒脑的感觉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由草本植物 薰衣草 与淡淡的茉莉花香 组合而成的香气主体呢 又会给你提供到一种 干净 整洁的形象 它就像是那一位 高温之下 大家都好像快要融化了 皮肤都变了黏黏的时候 它依然保持着一身干净清爽的造型 举止优雅的 时尚难事 有谁会不喜欢呀 如果你也是中爱Search of这个品牌 那这瓶Torino 21呢 你也一定不能错过了 好那来到今天最后的一瓶 那这瓶来自于Mio Faschini 一个完全不具有性别感的薄荷茶香呢 我不允许你没有闻过它 真的太好闻了 没有闻过它 我感觉你错过了一个亿 不管今天你是薄荷香爱好者 你是绿感香气爱好者 你是烟草香爱好者 我感觉这瓶香水都会掳获你的心 Mio Faschini的这瓶摩洛哥薄荷茶的香味呢 它并没有一个很强烈的明显转折的三调变化 香水的开出仿佛就是你采摘了一大树 上面还有着一点小水珠的翠绿颜色的薄荷叶 在你的手中慢慢的揉碎 它一阵一阵传到你鼻腔的 具有微微辛辣感又轻葱的 充满了生命力的气息 除此以外呢 你就会开始闻到了背景当中 几乎不带任何烟熏感的 微微酸感的新鲜烟丝 结合上马鞭草的那种木质感的气味 一款呢让我在夏季里面爱不释手的薄荷烟草香 也是一款呢我相信你闻过以后 会被它的气味所征服的 会把它寄住了的夏日消暑香哦 好今天呢就给你分享了12款 炎炎夏日当中能很好喂你消消暑的香气咯 那在夏季当中你最爱用到的香水又是哪一瓶呢 或者今天有没有给我种草到哪一瓶香水呢 所有的一切都希望你在留言栏留言来跟我们分享咯 那也希望你会喜欢今天的影片 喜欢的话记得给我一个赞订阅并分享我的频道咯 那我们下期影片再见拜拜